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手术的一个心得吧 激光飞苗手术是我们激光手术的一种新型形式叫做飞苗 以前我们老激光的就是一层 就比如说这眼睛在下面 比如这样有点像 这眼球一层激光打到底 它没有开口 然后直接一层激光打下去 把那个眼角毛变薄了 这个是我们老的 比如说是80后做的手术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激光飞苗是什么 在你这个眼珠子上黑眼珠子上开一个小口 然后在里面做一个小的凹透镜脱透镜的那种 就相当于我们的眼镜 在你眼珠上直接做的 所以它是等于是你的脚膜上是有开口的 是开了的 然后后面就一个月左右让它自然的愈合 所以在这一个月之内你最好是不要化妆的 因为为了防止它感染跟发炎 那这个飞苗呢也分两个 一个是半飞苗 一个是全飞苗 那很多人觉得那全飞跟你半飞好 对不对 那全飞跟半飞的区别是 全飞是一台机器上做的 半飞是两台机器上做的 那我这一次做的是半飞 因为这是医生给的这样一个方案 因为我之前有600度 然后全飞手术的话 基本上是在100度到200度之间 比较浅的话会比较合适 全飞的话只是医生比较轻松 它在一台机器上做 半飞也只是医生的麻烦 你需要挪一张床到另一道机器上去 但其实效果没有差特别多 然后差价的话也才2000块钱 但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医生会给你最合适你的就是最好的 包括像这个传统激光 现在还是有人在做 那做的原因是因为眼睛太小 睁不开 没办法配合医生 这事情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 就我看着眼睛我也不觉得小 医生说你睁开真的太小了 然后就给他做了这个激光 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匪夷 那这个很多人会问价格 价格我的半飞手术是16800 是在南京医科大学的 附属眼科医院做的 要排队 你要去做了一个非常多的 眼睛的体检之后 可能有湿体像吧 做完之后 然后再排半个月吧 然后才能排到你去做这个手术 所以前后花费了我差不多 一个月的时间去恢复去排队 包括我眼底的视网膜不是很牢固 所以我要先去打激光 打完激光歇了一个礼拜之后 才能去做近视手术 所以整体耗时还是比较长的 然后说一下我做完手术后的感想吧 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小模板打开的时候 就觉得眼前就是雾雾的 反正滴了麻药也没有感觉 然后就第二次第二台机器打完之后 你的眼睛瞬间明亮了 你就是感觉老远的 自己都可以看清楚了 人生得到救赎的那样的感觉 以前戴眼镜 起床第一件事就找眼镜嘛 我都能看清它 因为现在我觉得很近距离的 看东西会不舒服 我一想远试了去看它 我会比较舒服 这个很奇怪 就有可能因为视力变好了 然后就觉得这种让经状体 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 然后就这样 就是比较远的去看一个东西 让我更舒服 那疼痛度是不高 就是做完手术了两个小时之后 麻药过了嘛 有点痛苦 真心话真的有点痛 然后闭起眼睛 就听随便得到啊 喜马拉雅 有声小说都可以对不对 听电视剧也可以 那个时候听奇葩说 就还OK 就度过了那两个小时 晚上我就一个人 跑出去买豆浆了 他会说要家属陪同 但是我爸妈就非常忙碌 没有人陪我去做 我就一个人去做的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医生说要戴墨镜嘛 我连墨镜都不用戴 就是那个强光对我的眼睛 造不成特别大的伤害 这个是个人体制问题 我爱人今天已戴墨镜的 不是说我说不用戴墨镜的 这个东西想清楚啊 跟我没有关系啊 然后这个手术的过程中 是一个你跟医生配合的一个过程 更多的是你跟医生之间的 一个相互的配合 你医生让你顾示 就盯着一个物体一直不动 然后就不要眨眼 就十秒钟 整个手术的过程 不夸张的来说一分钟吧 然后你就世界重变清晰了 但有些人就会说 那我做这个手术 以后老了会不会 怎么怎么怎么样 最近我听到了 非常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个手术 是你的一个选择 不管说它会造成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哪怕你手术失败了 这也是你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因为这是有危险性的 所有手术都是有危险性 你挂个盐水 这不是一个那么必要的 而且相对来说 这个手术比你出门 就是说就遇到点什么危机 可能这个几率更小一些 就是每天都做那么多利 每一天可能几十利 真的是这个样子 排队在那 每个人就戴着那个帽子 在那排队 打激光打激光 而且我们的眼睛 它本来就是视力会弱化 会老化 所以就像我们那些小姑娘 去做拉皮是一个道理 你做了拉皮 你拉成这样子了 然后你还是抵抗不了地心引力 过了一年 你还是脸会下垂 对不对 我觉得视力是一样 年纪大了 还是会弱化 但这个弱化 可能是你先天自然的弱化 和你不太好的 这样一个生活习惯造成的 并不一定是这个手术 给你造成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很不负责任的 就是说 你做了这个激光 你肯定以后老了之后 看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副作用是什么呀 可是等巴黎后老了 你都几岁了 是不是 你的人生只有一次 而且一定得承认的是 我们现在做了激光之后 生活便捷了 颜值也提高了 就是既然戴眼镜的话 确实颜值会下降的比较厉害 现在的话 看得特清楚 就知道自己胖了 知道自己瘦了 就把眠 及时的调解自己的饮食 再跟大家讲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爸前阵子去做体检 检查出来是我高血质 但我体重呢 其实我就是脸胖 我体重是一个正常体重 就是1米65 然后110斤 这样一个正常体重 可是我 居然高血质了 我就一直在想 是我的饮食习惯流 哪个方面造成了我的高血质吗 一个可能是我爱吃甜食 现在其实吃的也不多 但我有的时候会想吃蛋糕 或者吃奶油 或者吃起司 或者吃什么千层那种 第二个是说 夏天可能爱吃冰棒 今年的血中膏也没少吃 第三个就是奶茶 我觉得奶茶里面的反式脂肪酸 可能非常高 不会有它宣传的这么健康 就除了这三个 我其实吃的都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之后 高血质可能是我必须要戒糖的 这样一个 我就立一个flag 我觉得今年是绝对不会再碰奶茶了 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身体的一个原因 然后运动的话 这个月一直有在运动 希望可以就是三四个月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体机能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好了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 也没有那么悲伤 大家努力就可以达到一个故事 所以就是 真表手术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我的下面提出来 反正 我下一次录视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反正就是 最近在很努力的上班 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录视频 当然也很努力的写书 新书也将要上市了 明年会有 今年2019年会有两本 中旬的时候会有一本 小说集吧 也不像小说 就是故事集吧 人生故事集吧 然后下旬的时候 就十一二月的时候 会有没人罗商没人系列的第三本出来 所以 谢谢你看到这里 谢谢你听我唠叨了这么久 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这边结束 拜拜